Hello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露 在《周深如故》中饰演崔石仪 我有一个自少时喜欢的人 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讲过 师父 今天我接受明星请回答挑战 你敢问我就敢答 那我们开始吧 用一句台词或一个动作 给大家介绍下崔石仪 因为崔石仪在剧中 有一部分是不会讲话的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手语 那我就用一个手语 这是我喜欢你的意思 我喜欢你 分别用一个动物形容下周深辰和崔石仪 我觉得周深辰 像狼 大家都很相信它 然后它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战斗力也非常的强 那崔石仪用动物形容的话 可能就是小猫咪吧 觉得像小猫咪一样 很听话很温顺 然后时长也很委屈 因为播出之后我看大家都觉得石仪跟我第三只猫 Ruby还挺像的会截图放在一起对比 粉丝都很期待大虐的气氛 你想对这些粉丝说什么 如你们所愿 对后面基本上都是大虐小虐大虐小虐的事 对就被好致敬 嗯 百度粉丝提问 崔石仪那么多哭戏 崔变成崔是不是被他哭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眼泪太多了 小哭包崔石仪哭完之后 百路本人的心情如何 很低落 然后我觉得我是真的把自己带入了石仪 然后我也感同身受了石仪 学手语跟背台词哪一个更难 我觉得都更难 能不能用手语对粉丝说句话 那就 我爱你 如果和角色对话 最想对崔石仪说的是 这辈子你辛苦了 你爱的人在下辈子还会和你相遇的 你放心吧 两部剧同时播出 林绍春和崔石仪你更偏爱谁 那肯定是更偏爱小石仪一些 因为林绍春是圆满的 爱是幸福的 小石仪就 小石仪是我的心头肉 对我会更心疼他一些 一崔石仪礼器大叫安利周深如故 周深如故绝对是一部 能够让你绝对共情 能够让你感同身受的戏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这个 虐心 但又 圆满的故事 不装了摊牌了 对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因为我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虽然 可能会 赚很多大家的眼泪 可能会骗很多大家的眼泪 但是我觉得 这个故事值得 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有没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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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